就说我们东北多神奇啊 而且我们这个地方钻圈啊 现在都下上雪了 但是我们这边竟然下上雨了 而且下了一天一宿 现在还在下 看我的衣服 但是这种场景也挡不住我们来递印子啊 今天呢主要来烧烧炉子 烧烧炕 看看能不能好烧 昨天不是搭的炉子吗 今天基本可以点着了 进入看一下 这一下完雨啊 这家都霍大泥了 我都穿靴的来的 也干了吗这部小炉子 板不板着 这炉子真好 你掏啥呢 这种冒烟嘛 给糊上它 这泥没动啊没动 看这屋里的设备 不是冷是真的挺冷 没动的 没动是吧 在这边下雨下的 昨天啊我就忘了 就以为我们这能下雪呢 结果下成雨了嘛 财务都浇湿了 所以今天就点不着了 如果及时点着了 我感觉得有几个词 能形容我们这个地印脑 狼言地动啊 又兴兴火了啊 就是淒哩咔嚓里边 呛的够呛 而且眼泪汪汪 主要就是太潮了 刚才经理看了一下潮气太大了 而且还行 即使下这么大的雨啊 里边没灌包还可以 不行里边潮气太大了 点不着了 这是我们东北的炉沟的 知道吧 知道干啥的吗 烧炉子用的 我现在抛人家 天筒的呢 昨天也直接磨完了 你看也是搁大泥啊 给呼上的 还溜直呢 是不是比前几条好多了 在我们东北这边呢 取暖呢就靠炉子 炉子一烧 直接连炕啊 都热了 就是整体这么转圈走的烟 往这边呢 就是烟筒 直接就出去了啊 但是你看 像昨天 把这个底下 都给磨了一遍 而且这个泥吧 还剩一些 还有一些没磨的 本来今天行事 把炉子点着 看看哪冒烟 往下再重新的磨一遍 结果今天失算了啊 雨下的太大了 而且财务都失了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事情呢 就是这么个事情啊 今天里边 炉子是不用点了 我们这边 雨下的越下越大 别的地方啊 都下上大雪了 我们这边不一样啊 下上大雨了 看看我的衣服 现在都已经焦透了 好了朋友们 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喜欢的给我留个关注啊 等到过几天 不下雨的时候 再给大家 把地印子里边的火点着 看看到底 能不能烧出蛇 有好多朋友评论说 会不会给蛇烧火了 冬眠了啥的 大家期待吧 给我留个关注吧 拜拜了 下大雨了 哈哈哈